經紀人挖牆角惹禍 郭雪芙月滿想出走 對我來說 他們都是我重視的朋友跟夥伴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來 是誰讓雪芙哭哭了 不明白嗎 讓我們快速來個前情提要 Dreamgirls成員宋米清 幾號發生臉書大暴走事件 說她長期遭到經紀人Elsa 排擠信號李玉芬發生後一路的保護她 而另外一個成員郭雪芙 因為和經紀人Elsa走得近 三叔的關係因素完全降到冰天 據傳讓宋米清暴走的主因 是因為Elsa密謀 帶著郭雪芙離開 準備一起跳槽到新東家 這消息惹得對岸老闆和員工超級不爽 於是透過宋米清開套 徹底跟Elsa和雪芙撕破了臉 圈內人將之稱為多利安之 借刀殺人事件 宋米清發文暴走後 有人建議Elsa 找李玉芬幫忙當何氏佬嗎 但Elsa也明白表示 我不覺得李玉芬會想幫忙 果然郭雪芙在出席活動時 自爆有傳簡訊給李玉芬卻已讀不回 結果馬上被李玉芬回答臉說 微信根本不會顯示已讀不回 事實上Dream Girls原本就是李玉芬比較紅 但郭雪芙人氣後來居上 兩人很愛比較的 加上前經紀人Amanda過世之後 Dream Girls就分裂成兩派 只有三個人還能分裂 給你看看心結也越來越深 不過據傳李玉芬 很多多利安老闆的歡欣 還曾表示願意找好友郭書瑤 來取代郭雪芙的位置 說不定以後的Dream Girls就會變成 Take my hand 不管是好是壞 你都在 我們的默契漫談 言語無法明白 首位 救護士 救護士 佛 團 祝福 X